Hello大家好,今天给你们推荐一下我自己的黄金眼部抗老组合 就是这两支,一个是小尖刀 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详细的教训视频了 然后在瑞吉严选也上架过 大家反馈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很多同学就问我说 那这个小尖刀我应该要配合什么使用 除了他们官方配的保湿精华以外 可不可以配合其他的东西 那其实我个人非常建议 如果说你是做一个眼周的集中的抗老保养的话 可以配你的眼霜 如果说你家里面买过这种贵妇眼霜 很贵的眼霜 这个时候就试试后该拿出来了 配合在一起用效果非常非常好 那这个月壁湿顿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眼霜 它是号称眼下小运斗 那这个眼霜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就是我用过的感受里面非常非常少的 你可以看到效果的眼霜 就是它对于填补细纹 对于眼下的一个紧致 然后让你的眼带和黑眼圈有效的减轻和保湿 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把这两个加起来 去做一个眼部的集中的按摩 那就是如果说你不想用这小尖刀 或者你没有时间去做一个全脸的提拉 然后只想做一个眼周的集中保养的话 就可以按照我今天这样子去使用 那通常这个眼霜我们是挤一蹦 你们看这个字都被我磨没了 天天在用 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肯定有25mm 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你们知道一般正常的这个品牌的眼霜 标准都是15mm 这个25mm其实可以说是性价比比较高 非常大一贯 一般来讲如果说你只是作为眼霜去涂抹 两个眼睛用这样一蹦就够了 但是我会涂两蹦 如果说我要配合仪器去做一个按摩的话 你看这个是我的量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产品 你就大量的涂在眼下 少量的涂在你的这个上眼眶 大量涂在下眼眶啊 可能比例是3比1吧 你看我是底下涂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在按摩的时候 还是时间比较长 是停留在这个下眼瞼的部位 因为包括我们的黑眼圈也好 眼带也好细纹也好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你看看我的眼睛 你看 你看我如果说不做表情话还好 一做表情 你看这个肝纹这边 有没有肝纹就出来了 因为我之前就做过这个 我之前做过这个去眼带的这个手术啊 所以说做完之后的 唯一一个的小问题 就是说眼下会稍微松弛一点点 所以呢 眼部保养我们是绝对不能松弦的啊 好现在我把这个小剑刀 打开 然后呢你可以从 第一个档位最轻的档位开始 那如果说你已经习惯了 你可以换到第二个档位啊 然后呢我们第一个步骤 今天教大家三步骤啊 就做完第一个步骤 你看从这个眼眶开始 我们用点压的 停一下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在抽动了 这个肌肉被拉动了 这小剑刀做眼部真的太强了 你看我大概分四到五个点 就停留 然后呢每个点大概停几秒钟 滑两遍就好 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啊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小小的这样子画圈 去做一下按摩 慢慢的小范围的去画圈 其实大家在做这个小剑刀的时候 你眼睛放松就好 我是因为要在这边录制视频 眼睛要一直往前看 所以抽动到有一点点 眼睛很不自然啊 大家平常在家做的时候 就眼睛放松了 就眼皮不要用力 这样你不会难受 然后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眉毛就比较上眼眶 也做一下同样的动作 你看从你的这个眉头嘛 往眉尾这个方向 小小的这个画圈 好了我刚刚呢 又稍微补了一点点的眼霜 在这个眉毛周围啊 那么第三遍啊 第三遍 大家看好了 我们就做滑动的动作就好 还是从里往外 很慢很慢的去做一个滑动 然后呢你要把这小剑刀轻轻的往上提 停顿一下 现在呢我们来做这个上眼眶 一样啊 你这个动作是轻微的力道 往斜上方提 好然后停顿一下 大概滑三次就好了 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手边 有合适的这个眼霜的产品 就最最适合配合仪器用的 因为这小剑刀它是有导入效果的 所以很多人说涂凝胶行不行 不是不行 而是你涂凝胶 你就真的是浪费了一次保养的机会啊 因为它的导入效果非常好 所以这个时候就把你的这个贵架眼霜拿出来 就是一个完美的搭配组合 好 然后呢 其实这三遍三个动作呢 我们已经做完了 基本上就完成了 那如果说你想的话 或者说你还有时间做一下加强的话 我们把这个眉毛的这个上方 给它往上提 你看 轻轻的往上滑动一点 然后呢 停顿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发明的 官方没有要求你这样做 这个是我自己的方法 那我们刚刚用的这个 阅碧师的这个眼霜 我想看适合什么人啊 其实就适合你只要出现了这个 初老症状 就过于年轻的 过于年轻的女孩子 你不需要用 25岁以上吧 25到27岁以上的女生 如果说你眼周出现了黑眼圈 有出现了轻微的松弛 细纹 表情纹 然后呢 眼周的这个皮肤比较暗淡 不够明亮 或者干燥的人 你都可以用 因为它的质地 我觉得适合所有人 就是干皮也完全足够用 然后油皮去使用的话 你也不会感觉它特别油 特别厚 它这种很好吸收 类似像精华的这种质地 很舒服 很薄的一个质地 可是呢 又足够滋润 那这个你用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你用个大概三分之一瓶嘛 我都不用说用到一瓶 你用三分之一瓶 你就能看到你的黑眼圈 眼带和眼下的细纹 是有改善的 就眼下紧致度 是有改善的 所以呢 像我自己做过那个去眼带之后 眼周的护肤 我就一点点都不敢马虎 所以说 像这个眼霜啊 眼部精华保养品眼膜 我自己都是用比较好一点的 那通常呢 我做完这个眼部的一个密集保养之后呢 我肯定会趁这个仪器做完 就立刻敷上一个眼膜 如果说我做的是全脸的话 我就会敷一个全脸的面膜 那么眼部的话 我就会敷一个眼膜 那这个呢 很久之前就给大家种草过 这个也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用的一个 抗老的 然后呢 对于肝纹和眼带很有效果的一个 一个眼膜 很大量的 豪迈的 涂在眼下 好 我今天呢 就只敷一边 因为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我们差不多 十分钟之后再回来 好了 刚刚呢 已经敷了十分钟了 现在我们揭开来看一下 好的 你看现在这个眼下的状态就非常好 而且我左边 刚刚做过这个小尖刀 然后呢 用过配合了眼霜 配合了眼膜之后 整个这边就非常紧致 而且整个走向是往上走的 你看下面这个皮肤 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边 你再有这个肝纹 然后呢 这边就会好非常多 这个就是我的 眼部抗老密集保养 还有我自己用的产品的一个分享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